事业与家庭真的能够坚固吗?很多人每天忙得焦头烂额 希望能够做到完美平衡 最终却什么都做不好 下面这11位名人却做到了 他们没有在家庭与事业中二选一 反而都做得很好 詹森艾克尔斯 他是美剧超自然档案中的迪恩·温特斯特 也是三个小孩的爸爸 剧中的他浪荡不羁 现实中的他却是个顾家的好男人 认为父亲的工作是无止境的 他经常花时间陪小孩 不希望错过孩子们成长的每一个瞬间 巴尼·麦克莱·M. McClain 他是美国太空人 也是一位称职的妈妈 不仅花时间陪伴四岁多的儿子 还带他了解自己的工作 巴尼认为太空训练最难的部分是我的孩子 我每次都不得不离开他 据是强僧Dwayne Johnson 他是三个女儿的爸爸 曾说父亲是我生命中扮演过最好的角色 他的女儿曾害怕与圣诞老人合照 他就穿上女儿最爱的皮卡丘服装 希望能帮他克服恐惧 吉塞尔邦臣 Giselle Funchen 他是巴西超模 也是维密天使 还是两个孩子的妈妈 他认为健康的生活方式应该从孩子小时候就开始灌输 输 也认为对待每一个孩子都应该疼爱 所以他与老公和前妻的孩子感情很好 他说 我知道他的妈妈另有其人 我也尊重这一点 但对我来说 他只是被别人生下来而已 他还是我的小孩 克里斯汉斯沃 Chris Hemsworth 他是不知道如何与弟弟相处的雷神索尔 也是一位和小孩感情深厚的爸爸 他有三个孩子 虽然工作繁忙 还是会抽出时间和孩子们相处 他长期与澳洲儿童基金会合作 因为这个机构帮他应对子女的教育问题 朱尔巴利摩 他是一位成功的女演员 还是两个女儿的妈妈 每次出门工作 他都会为女儿制作特别的日历 让女儿倒数日子 等待他回家 他认为这种方式有助于他和女儿克服分离的时间 他对孩子很严格 希望他们能够越来越独立 有能力选择未来的道路 莱恩雷诺斯 Ryan Reynolds和布雷克莱弗利 Blake Lively 这对夫妻对待工作尽心尽力 对待家庭也是如此 他们不请保姆 尽自己所能照顾小孩 莱恩表示 半夜起来给孩子们换尿布 我没问题 我的睡眠足够了 罗纳杜 Ronaldo Nazario 这位葡萄牙足球运动员有四个小孩 其中三个是代理育母生的 不过他对孩子们的爱没有减少分毫 现在长子积极参与他的服装生意 偶尔还会在绿莹场上现身 身为足球运动员 罗纳杜很注重孩子的体育运动 Beyonce Beyonce 他是成功的歌手 也是三个小孩的妈妈 他和丈夫曾与大女儿拍家庭影片 希望大家明白出身于不开心家庭的人不会富有 这也是他们的教育理念 在他们看来 家人比钱更重要 克里斯普瑞特 Chris Pratt 新爵士一位很尽责的爸爸 他经常和儿子玩耍 还会带儿子去钓鱼 希望儿子能够变得独立 身为一名传统的爸爸 他希望自己成为儿子的榜样 所以一直很努力 约旦皇后 他是全世界最美丽 最强大的王室成员之一 他积极参与慈善活动 还照顾四个小孩 认为父母和孩子之间的感情是家庭的主要组成部分 他表示 孩子们知道 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来找我 我希望我们之间的连结永远不要被打破 我的孩子是我的首要任务 我的家是我的圣地 兼顾事业与家庭非常难 但并非无法做到 上面这些名人比我们忙一百倍 但他们还是会抽出时间陪伴小孩 下班后你可能很疲惫 什么都不想做 但请放下手机 陪陪孩子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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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家庭